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台灣任何政黨 團體 同我們的交往 都不存在障礙 以對話取代對抗 以合作取代爭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二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四十週年談話 定調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 強化一國兩制的立場 且不放棄對台用武 而總統蔡英文 當天是立即強硬表態 台灣絕不妥協 贏得不少台灣民眾支持 面對中國發表政治談話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八號也發表聲明 強調台灣原住民族 從未放棄原有的自然主權 習近平先生的聲明 基本上完全從一個霸權的角度 去認為台灣應該要配合 他的所謂的一國兩制 統一的這樣一個進程 像作為原住民的群體 尤其是原轉會 代表原住民的各個族群 在總統府進行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的工作 普中城強調 台灣的國家未來 應該由台灣的所有族群 自主決定 這是因為台灣每個原住民族 都有平等的自覺權以及尊嚴 原市新聞 Wumas Basak 台北市採訪報導